德國商報3月31日引述 來自德國政府的知情人士指 德國經濟部正在考慮將俄羅斯 天然氣公司和俄羅斯石油公司的 德國紙公司國有化 報導指主要是為了防止其國內的能源供應中斷 如果這些重要的能源公司倒閉 或者陷入資金困境 將其國有化後有利於德國管控 防止發生大規模停電 值得留意的是 在西方對俄羅斯發起的一系列制裁中 便俄羅斯銀行、金融公司 以及歐美的部分貿易往來都受到制裁 但俄氣及俄油的德國紙公司 一直受到制裁勾勉